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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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不愿给你承诺的原因这里第一个可以看得到 这里出现皇后和盛卑琪 她的身边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对象 其他的伴侣 这里也看到关于三角关系的能量 如果你和她暧昧的时候她是单身 可以感觉到她现在身边已经有了新的情感对象 对于她而言 你跟她之间的感情也已经结束了 也已经过去了 她有时候会想起你 怀念你 怀念你们过去 相处快乐 美好的时光 不过这里的想念和怀念是对于过去 失去情感的一种缅怀 遗憾惆怅悵的心情 不代表她还喜欢你 圣杯一逆尾 圣杯六逆尾 情感的杯子都被打翻了 你们之间覆水难收 她也收起对你的感情 现在的她也不想再重新开始 不想再回到过去 这里的圣杯一逆尾 加上底牌的圣杯随从 也给我一种感觉 一开始她对你的喜欢 对你的好感 并不是这么的强烈 这里的圣杯随从 也是一张朋友牌 大于恋人的一种感觉 甚至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她到底对你的喜欢 是朋友的喜欢 还是恋人的喜欢 所以当你们暧昧的时候 当她察觉到 你投入的情感越来越多 当你在情感面上 太过依赖她 太过情绪化的时候 也或者当你想要更进一步 和她要一个承诺的时候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的情感 她选择逃避 这里还有一种状况 会选到这一组 即使她一开始喜欢你 她想和你在一起 不过她认为 她和你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就像是来自于不同世界的人 你们之间存在着 很大的困难 阻碍和差距 很可能是年龄的差距 远距离 同性之爱 也或者是家庭背景的差距 这里也看到关于冲突 一直以来对于这段感情 她一直感到犹豫不决 她也很努力在克制 她的情感 最后她选择现实 放弃这段感情 圣杯衣逆位 保健流逆位 这里看到压抑情绪 压抑情感的能量 这段感情一直停滞不前 停留在原地 即使表面风平浪静 但在双方的心中充满情绪 葡萄汹涌 在感情里 她是个不喜欢 也不擅长表达情绪的人 她在你面前 就像是戴着面具 你也一直弄不清楚 她对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她离开的时候 也没有和你说明 她离开的原因 这段关系 一直处在暧昧不清 模糊不明的状态 像是在梦境里 你们对于彼此也并不是真的这么的了解 也很难理解对方心里真正的感受 此外 整体排面缺乏权杖排足火元素 代表目前你和她在现实生活当中 缺乏实际的互动 并没有足够的火花 可以让这段感情继续 也代表近期的她并不会采取主动 对于这段感情 她并没有下一步的行动和打算 就这个部分我为你抽出字卡 我们来看她内心深处 想对你说的话 好 好 咖啡 我为你朗读他想对你说的话 我们不要再互相责怪彼此 家人反对我们交往 选到这张字卡 不一定真的有家人反对你们交往 如果你们各自有家庭 或是他是有家庭的 也会选到这张牌 家庭会成为这段关系的阻碍 我身边有其他的对象 我累了 我们价值观有太大的差异 这张字卡也可以解读成 你们之间有太大的差距 我们错过了彼此 我还不想进入一段感情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你太情绪化 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以上就是宣导第一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毒牌 也祝福你一切胜利 我们就下次见 欢迎宣导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他是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认为宣导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也认为宣导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首先很恭喜 选到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这整体排面很不错 未来你们的感情 能够朝好的方向 乐观的方向去发展 如果你们目前正在暧昧当中 未来有机会可以交往 也或者已经正在交往当中 感情能够持续稳定的成长 如果你们现在关系已经破裂 已经断联或是分手 这一组就不是要给你听的讯息了 建议去参考其他的选项 重复出现两张圣杯国王 他很喜欢你 很在意你 他也对你很温柔 很包容你 他也很想照顾你 他在感情里 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他也会付出实际的行动 对待你好 对你很大方 他也把照顾你 当成是他的责任 他也会为了你 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想要给你更好的未来 对于这段感情的未来 他充满了期待 他也是很乐观的 他也会开始计划 两个人共同的未来 这里有出现家庭结婚牌 如果目前已经正在 稳定交往当中 他很期待未来能够和你结婚 共组家庭 如果目前正在暧昧当中 他很想和你交往 建立一段稳定的感情 这里还有个讯息 如果你们目前正在暧昧当中 但是如果你表现的 并不是这么的热情 主动 他觉得你给他一种 很有距离感 防备心很强的感觉 主要的原因在于 你过去在感情里 可能曾经受过伤害 让你害怕受伤 不敢打开心房 天使鼓励你 他是个值得你信赖的人 他对你是真心的 在他面前 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 对这段感情有信心 刚才有提到 他在这段关系里 他是个很包容你的人 特别如果说 你们目前正在 稳定交往当中 这里有看到一种状况 感觉在这段情感关系里 你会是属于 比较任性 比较情绪化的人 依赖性格也比较强 如果你是我描述了这种状况 天使提醒你 特别在你们吵架冲突的时候 你要能够学会退让 不然他心里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辛苦 即使他愿意包容你 但你要试着设身处地 为他着想 试着妥协 这样才能够增进 你们的感情 另外 整幅排面出现 比较多的宫廷人物 可以代表他认为 你的异性缘非常的好 身边还有其他的追求者 他心里其实是非常在意 他也会吃醋的 最后这个部分 我为你抽出字卡 我们来看他内心深处 想对你说的话 我为你朗读 他想对你说的话 我们彼此相爱 我需要你 不要离开我 我想和你结婚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让我照顾你 有你真好 我爱你 我们总是无话不谈 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在你面前 我能够做真实的自己 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以上就是选到 第二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希望你喜欢我 今天的读牌 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我们就下次见 欢迎选到 第三组选项的观众 他目前如何看待 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下车的观众 首先选到第三组选项的观众 你也可能会想要选第一组 这两组的能量走向是比较类似的 你测的会是已经和你断联 分手的对象 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测的是暧昧对象 互动非常好 或是正在稳定交往中的对象 这一组就不是要给你听的讯息了 建议去参考其他的选项 和第一组选项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你们之间的冲突感是更加强烈 甚至有一种不欢而散的一种感觉 你们之间存在着一些误会和冲突 第一排的宝剑皇后 将军的宝剑国王 现在他对你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 你也觉得他很无情 你对于他也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你感觉到他伤害了你 你也一直没有办法释怀 选到这一组 你们很容易有有外生恨的状况 如果你们之前是属于暧昧的关系 也或者是像情侣般在一起 但他不愿意给予你承诺 即使一开始你们之间充满热情 但渐渐的他热情消退 他开始变得冷漠 他逐渐抽离这段感情 会变成你比他更主动 不过当你太过主动热情的时候 他感受到压力 甚至他也觉得你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太强了 他选择逃避 这段感情一直以来都让你觉得非常的辛苦 好像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意 只有你在努力经营这段关系 会让你觉得很想要放弃 这里也看到关于三角关系的能量 宝剑随从 权杖皇后 恋人逆味 很可能一开始 他身边就是有伴侣 也或者他是已婚的状况 如果你们是我描述的这种状态 他打从一开始 其实他就没有打算给你承诺 他只想和你维持暧昧的关系 也或者你们在暧昧的时候 他是单身 但是在你们暧昧的后期 他身边出现其他新的对象 他选择新的对象 离开了你 如果你测的是曾经交往过的对象 在你们分开过后 他认为这段感情已经彻底结束了 无法再回到过去 他也不想复合 现在他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 身边有新的情感对象 过去你们相处的时候 很容易有冲突 沟通不良的状况 彼此的信任感也是不足够的 吵架冲突的时候 两个人经常互不相让 也会因为情绪激动 说出一些伤害彼此的话 有时候他也觉得 你太过情绪化 掌控欲和控制欲太强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的情绪 炫道这一组 也很容易有家人反对的状况 也或者你们对于结婚 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分手 很多选到这一组 你们的分手会是属于不花而散 也或者他当时不告而别 并没有和你说明清楚 他离开的原因就消失了 他心里知道 他并没有好好结束这段感情 没有好好说再见 现在他也不敢面对你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最后这个部分 我为你抽出字卡 我们来看他内心深处 想对你说的话 我们来看他 我为你朗读 他想对你说的话 我们结束吧 我无法给你幸福 我无法面对你 我们错过了彼此 祝你幸福 我们不要再互相责怪彼此 我有新的对象 我很善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很抱歉 以上就是选到第三组选项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炉牌 也祝福你一切胜利 我们就下次见